原标题 在国家有难,面临棘手的状况时,他们挺身而出,逆流而上,从敌军的手中一寸寸,将失去江土夺回来,一次次的血战,太多战士为国捐躯,他们为国家的付出,国人时刻记怀在心。 在抗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,有很多人的名字都显为人知,而咱们今天要说的,就是开国中将梁兴初。 梁兴初将军在十四年的抗日中,多次立下战功,大败日后,为了抗战,梁兴初将军率军南征伪战,和前线战士同甘共苦,在他的领导下,我军多次取得胜利, 多年来,他一直坚守在前线,面对凶残的敌军,他率先冲在前方,消灭无数敌军,多年的战功,组织后来要给他升职,任命他军区副司令,但当时,梁兴初听到这个消息,并没有很高兴,当时他的职务是我军艺师长, 他一听说身为副司令,就说了句,我宁愿当政师长,也不想当副司令,并且说,既然组织不相信他的能力,那他还是继续当师长吧。 当时工作人员也十分无奈,多次劝说都没有什么效果,无奈之下,只能将这一事情报告给主席, 主席听过后,久久不语,梁兴初这样有自信的人,已经十分少见了,他在打仗方面有着无数战功,能力自然是不差的。 随后,主席便说,既然如此,那就给他正司令。 之后,梁兴初将军在战场上作战更加勇猛,从未辜负主席的期望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